迪士尼新动画《巡龙传说》终于实现了去年新挑想达成的目标 那就是带动北美票房付出 如果单论票房表现 《巡龙传说》表现并不算理想 但目前的情况和首颖860万美元的表现 这部电影总票房超过了去年年底《申请女侠1984》 达到了2500万美元 并很快反超了《早台一周》上映1411万美元的开局的《猫和老鼠》大电影 也确实表现得很优秀 不过《巡龙传说》如果不靠线上 会不会的可能性确实十分渺茫 目前全美的院线开房率只有42% 因此票房不到同期上映的中国内地院线的40% 但好莱坞资深渗习人士认为 这确实是北美院线缓慢次数的中兆 接下来哥斯拉大战金刚的表现则更重要 也许会成为北美电影次数的确信号 影片持续热应是龙传说的主创 也揭秘了他们的设计思路 这些这次的新公主 居然演出了迪士尼公主逼迪美妈的老套路 如果这位拉雅公主身上 还加上了花布兰系列亚洲公主不但举例 还是说两个的要素 片中满满的东南亚要素确实是个惊喜 无论是建筑服饰和食物都源自主创 在老沃 印度尼西亚 泰国 越南 柬埔寨 马来西亚 和新加坡等地采风的经历 影片的主题是信任 这也是主创团队在各地调研时 从以上各地人们的生活中提出共同观念 此外片中的龙也结合了各地龙独藤内涵 同时又设计的梅琴木秀 绝对会让信仰龙的人们眼前一亮